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发展绿电成为全球趋势 但过与不及都成为能源转型路上的挑战 云林县政府近日杠上中央 因为绿电开发导致地方城抗不断 但不止云林 热线追踪团队带您前进彰化滨海乡镇方苑乡 这里的乡民长达两年多来 饱受两天转座光电暗场的威胁 居民表示 再生能源业者甚至会登门拜访 以及频频打电话游说 因为目前各县市针对再生能源发电设施的建制 并没有总量管制 当绿能装置不断扩大 就会排挤既有的土地或农地利用 当种田改种电时 农地农用的原则 在能源政策下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警示 风光之香的怒吼 拒绝在被风电与光电吞噬 我可以用灭香跟灭存来形容 我们就是靠这片土地在生活 像你现在看到右边这个东西 搭上彰化县房源乡青农陈又林的车 眼前夹到农地种着不少作物 此时却长出担忧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它都一样规划要做那个光电 今天如果这六百甲让它通过了 之后它可能也会再继续向外延伸扩展 然后到时候我们方愿将 原本一个朴实的农村就这样灭存 37岁的陈又林家中四代务农 十多年前他带着太太回乡耕作 在青葱田里培土是为了下一次丰收 其实方愿香农地面积有6023公顷 但约五分之一的粮田都是国家的 像陈又林一样的电农们 能代代向国产署租地务农 不过两年多前有了变数 光电业者来我们这个田区的 附近插牌子 就说什么耳道我们到年底就不能再做种植了 国有财产局要收回了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 国有财产局有发印象书给这些光电业者 然后后续还有接到电话 然后也有登门拜访的 光电业者向重方愿香近600公顷的国有地 且绝大部分是还在耕种的粮田 他们借着国产署给的开发印象书 向电农频繁游说 我们取得国产署中区分署彰化办事处 在民国110年11月17日 发函给能源公司的公文显示 该公司向国产署请求提供 申请开发的土地租用情况 国产署也就将成租人各自在内的土地清测 给了业者 还不忘提醒要依各资法行事 但事实是 为解析程序与各方疑问 我们向国产署中区分署彰化办事处发出采访邀请 该单位却以该说的都说了拒绝受访 主管农地的农业部则说明了普遍的处理机制 那所有的地段地号 国产署应该会给能源署 我说有业者要在这里 这些区块去做太阳光电 你请相关单位帮我们检视一下 那这时候这些地就会进到相关的部会去 能源署表示8月份收到国产署询问时 对方会提出确切的地段地号 因此农业部等部会 也就还未处理到土地开发的评估程序 取得开发意向书 虽不代表最终能在土地重点 但起人疑斗的事不止一桩 今年的7月1号以后是只有第二到 只有第一岁位可以先送你生出 这个法令谁定的 你自己定还是你有经过另外一年 你的网路上的贯书办法都没改 你怎么可以自己改 方愿向乡长林宝林在与国产署的 陈勤会议上怒标 因为自7月起国有地深租人类别 竟从9类砍成3类 无论是专案辅导的青农 实际更做林地农田的所有权人 或成租人等都从表格中不见了 要青农回乡全面临土地深租权力限缩 国产署回复这是依据国土计划法所做的调整 方愿向明强调他们并不反对绿店 但别剥夺他们务农的权利也别毁了良田 我们人参山料占了全省产量的最多 而且它的品质比日本的山料品质还要好 胡萝卜外销日本 你看它的品质非常的好 方愿向农会总干事谢建民拿起外销的方愿农产品难言骄傲 身为反重电自救会成员 他说土地若评级到可被重电 这些丰饶作物又从何来 所以假设今天光电板光电的暗场 真的是盖在农田上这些东西 都没了 都没了 我们宝安兄在绿林的贡献是全国 在河南以外是第一名的 我们的西兵已经都不满了光电跟风机 是怎样 我们当兵生产的粮仓 那不是现在粮食的危机 这是我们政府要为何的 是怎样再发意向书来给它做光电板 目前方愿向风机总计将超过800只 余电共生约292公顷 土地被各类绿能装置切割 开发之手还在向东部延伸 粉红色的部分就是业者想整合改重电的600公顷农地 只是整个方愿向可变更为光电暗场的农地 只有这块17公顷以蓝色呈现的不利耕作区 农业为本绿能加值是原则也是底线 唯有严重地层下陷 长年淹水或土壤炎化的不利农业经营区 才能不受农地农用限制铺设地面形光电 目前全国符合该条件的农地共2162公顷 多半位在西部沿海乡镇 但显然有心人士的运作想突破这个用地规范 农业公司就要两个同时存在才叫做农业公司 不可以农业不见了 然后电还继续发电还继续可以从电去获得这些利润 这样就是不对的 农地变更不可影响农与民的权利生产与当地生态 若光电暗场拔地而起 原先地势较低聚制红功能的农地被电高 遇上好雨就会再添隐忧 旁边的农地都盖满了光电 当然它没有那种制红尺的效应的话 会造成部分的淹水情况 其他的粮田或是什么都会损毁 这样对我们周遭的话会有极大的影响 武鸿基在鸭群捡起一颗颗鸭蛋 其实国产的十颗蛋里就有六颗来自方苑 之前是屏东是第一产区 现在是彰化是第一产区 因为他们那边很多也有改那个太阳冷设施 武鸿基作为方苑首批青农 也不乐见粮田种电 但在这处淡压舍的屋顶 我们看见农牧之地受惠绿能加值的实践 这边是种那个玉米 我们站在压舍上方就能看到 再生能源业者向武鸿基租用屋顶 合法建制光电模组 他说在既有的农舍上创造绿能价值 是农与电共好的尝试 但过多的光电模组 恐会带来聚热效应 整片的六甲地合起 我这个是分开的 所以说在这个聚跟分的方面 它的温度就更有差异性 周遭的农作物不要说冷 如果它一阵热风下来焚风的感觉的话 你会热到受不了 当绿能建设朝土地与农地蝉食精吞 近日渔林县政府率先打头阵 要中央做到绿能总量管制 别再对地方予取予求 方越的抗争是绿能政策的缩影 对他们来说若说能源需要永续 为何要拿物能的贴命来换取